《朝鮮网超史錄》 一起閱讀《朝鮮网超史錄》 當年是《朝鮮時代的女性》 大家好 我是江志恩 大家好 我是張月廷 這邊是《朝鮮网超史錄》的官方網站 請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先談一下上週我提出的問題思考 我說假如我們在需要指責對方錯誤的時候 要求對方真心的這種方式 在這裡提出的不是我們個人之間 或者工作場合的時候 而是如果你是當父母的 那孩子做錯了 想要為了他 想要讓他改善的話 我們怎樣指責他 怎樣教訓他比較好 比如說 朝鮮時代的盧哲常常 使用的方式 正心這樣子的方式來 攻擊他的話 你覺得怎麼樣 那我如果是對小孩子的教訓 我覺得 那可能 就蠻有類似正心的這種概念出現 小時候常會做錯事的時候 爸媽會講一些歷史給你聽 可能是 預言故事的歷史 有可能是真實世界的歷史 那他這種應該都是跟正心這種 比喻的比較有關係 是 所以 如果我們 像朝鮮時代的盧哲那樣 對方有做錯了 但是你 教訓他的時候 不止那個錯誤 有其他的所有的你心情 你心裡頭有不正確 有這樣子的擴大他的錯誤的根源的話 應該對方不會接受的 所以 正對他的做錯的那個行為 這種行為不對的這樣子的就夠了 不能把他的心裡面有一些根源 根本性的有錯 這樣子的方式的話應該不對 對方不會接受的 但是 朝鮮時代的盧哲為什麼 使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因為他們重要的不是對方 感覺不愉快 重要的是 他把這種 就是錯誤的根源要拔起來 所以他們這樣子的方式來 就證他的錯誤的 所以我們跟我們的生活上 日常生活上 使用的方式 跟他們的方式 可能是不一樣的 今天雖然想要談的是 朝鮮時代的女性 但是透過今天的課程 我想提醒大家思考的是 道跟人的關係 或者道跟人 這個兩個當中 哪一個價值更重要 我想請大家今天思考這個問題 先看一下朝鮮時代 朝鮮時代 朝鮮時代的記錄 這是清朝入侵 那個戰爭結束之後的1638年 張偉先生提出的案子 他說 李朝要幫他決定有些事情 他說他的獨子 一個兒子 唯一的兒子上陣 他有太太 所以對他而言 這個是誰 是他的媳婦 他的媳婦 是怎樣 被親人給爐走 他現在已經花錢買回來 舒緩 然後讓他暫時在哪裡等 在那個娘家那邊 然後他最後主張是什麼呢 認為說他兒子跟他媳婦 不能在一起要離婚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認為這種被陸人媳婦 不能讓他繼續拜他的祖先 所以他請求允許兒子改娶 這樣子 那麼那個媳婦 然後他的娘家有什麼想法呢 這裡的案件 不是他的媳婦那個人 但是也類似的案子 在這裡看一下 前程子韓語圈 以其女被辱俗緩 一樣的 這是剛剛是張偉先生的兒子 然後媳婦的關係 這邊是他的女兒也一樣 這樣俗緩回來了 然後他的 而其緒將於改娶 使其奴急增送冤 行朝請令以關處至 所以這邊也 他的這個女兒的父親 他在這裡急增 急增是什麼呢 就是像那個朝鮮宮門外的那個 寫畫的增 敲打 就是有冤情的意思 但是這個不是他本人 韓維謙先生本人做的 扎 請他的那邊的奴僕做 然後禮朝有什麼樣的判斷呢 四族婦女之被辱而還者 非子一二 朝廷必須十分斟酌 並白並奪 然後可無彼此難處之患 而人之為夫婦者 世系重大 情義於大臣 所以他想要請這個禮朝 幫他們決定 一個人簽一個張維先生 想要把自己的兒子夫妻離婚 但是對這個女孩子 這個媳婦的兩家來講的話 不可以讓他們離婚 這樣子的對立的立場 所以禮朝先收到這個案子說 因為非常重大的案件 所以先要請大臣他們討論決定 所以在這裡左一針 大臣當中一個馬 林一針 右一針 左一針 曲名吉先生 他在這裡向國網報告說什麼呢 被魯婦女士 上年被舉其此中 引骨為政 被誠男爵之意 至上亦別有傳教 好像戰爭結束之後 發生很多類似的事情 是他們被魯的女孩子 回來以後 南方的主張要離婚 但是女方的娘家那邊 感覺很難過 這幾個女兒被魯 然後俗華回來了 她的公公婆婆 想要讓他們離婚 這個很難過 所以以前也很多次發生過 所以去年已經被編識那邊 有一些報告的內容 然後那邊又說這個男爵之意 因為夫妻的關係很難以斷絕 所以上這次國王已經有傳教 就是已經下令說應該有男爵之意 所以不要離婚 但是清風府願君的張偉先生已經知道 但是又一次這樣的提出 清風府願君張偉非不聞之 何成狀所成如此 亦必自有所見而發言 所以應該他明明可能明明知道 但是因為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這樣提出的 陳是誰 就是崔明吉 崔明吉先生 他說 陳竊聞諸故老 宣妙朝人臣變後有傳教 與上年聖教 死為相符云 而未能詳記其語 所以就是人臣混亂的時候 這個戰爭結束之後 也有發生過同樣的事 這個女孩子 她如果離開她家 然後後來回來了 然後那家的人想要離婚 那個時候上這個國王宣祖 當時的是宣祖 宣祖國王也一樣的下令說不要離婚 這是跟上年的一樣的內容 但是崔明吉先生說 詳細的內容現在記得 然後呢 必以屢相所傳言之 其實有一宗事 尚書請離異 宣妙不許 有異文官 既已白取 其其妻刷環 宣妙命以後取者為確 其妻即使 使得身為正事 好那這邊先整理一下 以前她下令的仔細內容 現在沒辦法在這裡講 但是她傳言有一些傳言 她在這裡報告一個宗事 她上訴一樣跟他們一樣要離異 想讓她的兒子離婚 但是宣祖不允許 又有一個文官 她已經改取了 但是她的太太回來了 刷環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用錢輸回來 所以刷環是輸完一樣 她回來了 太太有新的 以前的都有 兩個都有 宣祖她怎麼決定呢 宣祖就命說 後後取得就變成妾 然後其妻 一定要等到她又不能去世了 才可以把這個妾變成為正妻 所以對我們當代的眼光的話 可能都有點奇怪 這樣的決定也有點奇怪 但是對當時的人 大概這樣決定的 對當時的價值觀來講 可能可以 然後 此外宰相曹官 能去被人之妻 身子身尊 為民族者 往往有之 其不以理出於情 隨時意宜 不可拒一地不言 所以她去明基 她最後的提出是什麼呢 就是宰相曹官裡面 她也有很多這種 是繼續養這些被女妻子 後來也有生子 或是生孫子 這樣子 所以最後她提出什麼樣的看法呢 她認為說不能用單純一個例子 來掩蓋說的通例 所以她認為要依事情的不同來決定 最後的決定 對好 再提醒一下刷環是朝鮮時代 朝鮮王朝十六裡面 出現的兩個字 大概是被魯略或流浪的人民 拉回來的意思 然後她去明基她繼續講 曾前往瀋陽 出生氏族 為俗環隨亡者勝多 夫妻相逢 到此痛苦 如見泉下之人 道路觀者無不悲替 到這裡應該可以了解發生什麼事 在瀋陽的時候 戰爭結束之後 她也作為擔任這個工作 一起帶一些氏族去那邊目睹的內容 然後呢 且絕父母絕福錢財不足者 將賜帝王俗 若有靈異之命 必無怨俗之人 是使許多婦女有為抑鬱之鬼也 所以她們這樣很可憐的被魯的太太 或者女孩子這樣回來了 但是回來以後發現 她們要離婚被離婚 這是太可憐 所以如果繼續允許的話 可能她們不會去瀋陽 把自己的太太領回來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 她們這個婦女是永遠成為衣衣之鬼 一夫睡怨,買家抱怨 其不足以感傷和氣 乘返婦思良,參與募勤 終不知禮異之為何 所以這邊都可以嘛 所以一夫睡怨是睡怨是一夫是誰 就是指的是張偉的那個 想要離婚的 那百嫁是一般的 就是女兒那家的 都抱怨 然後呢 而成之王沈陽也 聞清兵回環時 有一處女 知色薄美 親人 又邪萬端 德中不聽 極致殺而保 不死而死 親人亦敢看 回之埋雀而去 所以被陸的那個女孩子 她們也要維持自己的爭吵 這樣做的 她最後是放棄自己的生命 這樣子的故事 然後呢 曾在沈陽館時 亦有一處女 約嫁將除 而親人後來被約 以求增嫁 絕女自知不得還 以任自吻而死 畢竟買其私以歸 又她在這裡介紹另外一個故事 她本來要 就是已經俗完的家前決定了 但是親人他們後來在漲價嘛 所以她後來變成怎樣呢 呃 她就覺得那個女生 就覺得她應該沒辦法回去 所以就自殺了 嗯 所以這樣是 然後他們 舒緩的不是活著的人 而是實體 然後這樣回來了 這樣真的 發生非常可憐的 然後 嗯 像死惡女者 性而前期俗完 則彼不至於自處 雖有貞結之操 誰負之之 以此非之 則冰塵驅破之中 魂背雷鳴 而不能自白者而現 被弩婦女 不可概論以私生者如此 嗯 所以她的意思呢 那就是前兩位這位女生的話 就是假如他們 假如他們 幸運的被除回來 嗯 就不至於落到這個斑田地 嗯 那其實 目前的話 其實有這個貞結之操 但是也沒有人知道 是是 因為他們已經都死亡了 有什麼用 所以 總會演職 她說 這是戰爭的時候 嗯 有很多女孩子 可能就蒙上這種不白之冤 那她也沒辦法自證清白 嗯 所以不能以這樣 把這些婦女 都當作是私生者來論述 嗯 嗯 所以她說 有很多女生很努力 就是維持她的爭吵 所以不能 該論說 她們被弩的女孩子 都是私生的人 因為私生非常 對她們來講 可怕的 這個用詞 因為女孩子私生的話 我們之前看過科舉考試 文科跟生員 其實是無法參加的 那個名單 就是項目裡面有嘛 所以如果你的母親是在嫁 她也是私生的人嘛 這樣子的話 你無法參加科舉考試的 所以對於當時的社會女生 要維持 保持自己的爭吵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這個曲名吉先生 雖然她比較要辯護這個女孩子 她們的處境 但是她也沒有說 如果有人私生 也不是她的意願 她很高興的做 只是不得不得 她沒有這麼講 只是她辯護的是 保持自己爭吵的女生 這樣她們也有很多沒有私生的人 所以要保護她們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她們這個曲名吉先生 雖然她在這裡有價值觀的局限 當時的價值觀 對我們來講 依然也有一些無法接受的 但是她在當時的情況來講 曲名吉先生是非常非常友善的 對這些被露的女孩子 非常友善的意見 所以佛王回答說什麼呢 意義 你們的這樣子的建議 依照你們的建議來做吧 這個意思是不可以離婚的意思 但是疑惑 四夫家子弟皆改取 不復合者 但是國王的命令也沒有用 大家都改取了 那這邊也有史承 她在這裡留下來自己的意見 忠誠不識二君 滅與不甘二夫 使結義之所以有關於人國家 而洞陽乌宇宙者也 被弩之女 雖曰非其本心 淫變而不能死 則其可謂之 不失其結齋 既失其結 則與夫家 亦以絕 絕不克勒令覆盟 已無四大夫之家封也 所以她的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被弩之女的話 應該要 就是 雖然不是自己的本心 但是應該要以死來證明自己的 解操 沒有死 回來的話 那就是 當作已經失去解操 所以 那後來要怎麼做呢 她說 就是要 不可以讓他們復合 就是要離婚的意思 為什麼 因為如果給他們復合 就是 五五非有四大夫的家縫 那我們在這裡 也要思考一下 忠誠普世二君 練你不更二部的這個信念 是可能非常重要 可以說是她 斯大普或者女孩子 他們的崇高價值 不過 如果 因為你確信這個價值很重要 必須要守護它 然後堅持它 所以 導致殘骸無辜的生命的話 這樣的價值觀 是否需要反省跟重新思考 這個道真的不錯的道理 但是如果你要選這個道還是人的話 我們要決定選哪一個呢 信念 我們信念是很重要的 非常需要人大家有信念 因為有信念 所以活下去的 所以信仰者 他可以堅持自己的信念的時候 他就成為一個崇高的價值 但是用這個信念來強迫別人 一同信仰 這個就是信念還是暴力 這是大家思考看看 當爆發戰爭或者國難的時候 社會成員長賬遭到不平 尤其是弱者的話 更屬委屈 只能苟眼殘喘 假如因為爆發戰爭 所以導致很多女子遭到独獵強暴 其中有的餓死的 有的為了一碗飯失真 有的致敬 發生很多多端的 有一位女孩子她歷盡千線忘苦 最後她活著回來了 回到故鄉 但是這件事我們到底怎樣解釋 比較妥當呢 在戰爭的時候 許多婦女到強迫奴獵 歷盡艱難艱辛 這樣子的解釋 還是在戰爭的時候 雖然有些婦女被奴獵 或許是其中有一兩個人 可能是自願的 所以不能說他們是強迫的 一部分的人是自願 一部分的人可能強迫 所以不能說他們自願 這樣子的說法是正確嗎 覺得怎麼樣 在朝鮮時代 因為政治黨派之間的鬥爭 有些期間比較激烈 所以造成某些官員 或者領導者遭到刺死 或者有的被留靶 但是這些人為了守護自己的信念而遭難的 所以大多數的遭難者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很多例子是頻繁 然後恢復他們的命運 比如說朝鮮開創的時候 鄭孟舟他堅持終成五十二軍的信念 1392年他造處世的 但是到了1401年的時候 他頻繁 然後受到追從 後來成為朝鮮道學之族 然後朝鮮五百年一直被稱讚的 那麼如果他本能堅持信念 聖與生命的話 他可能不會後悔他的選擇 但是朝鮮時代的女孩子 如果他確信 願意不跟二夫的價值 而選擇致敬 雖然這是非常遺憾的事 但是對照當時的時代價值觀 或許我們應該尊重他的選擇 但是如果以他的父母的信念來強迫他致敬的話 這就是違背生命可貴的不是價值 在我們反思歷史的時候 我們需要以當時的社會背景 以及他的當時的價值觀來觀察 才能獲得正確的解答 但是我們也可以同時從中找到 與其傳統價值觀完全相反的 所以我們在觀察對立現場的時候 常常發現大部分都為了實現自我相信的道 因為畏道所以和對方對立 朝鮮時代 比如說政治黨派之間的鬥爭 有的時候兩邊的想法都不能完全否定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 所以也有些部分我們可以說服我們 這個是正確的道理 有的時候這邊比那邊好一點 不過道德乃是為了實現人的幸福而往前推進的 如果為了實現理想或為道而犧牲他人的話 別人的話 這種決定是否有沒有導致 是大家應該 我在這裡提出的這個問題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我們觀察歷史的時候 真的非常常常發現 很多人為了到犧牲別人 那我們也可以認定 為了到犧牲你本人 是雖然可惜 但是也可以認定你維持你的道而犧牲 但是為了到犧牲別人 這個是可能我們當代以後不能再發生的吧 那我們在這裡也結束總共14堂課的 一期閱讀朝鮮網上使入的課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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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 gi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